欧洲眼价面临双重的危机 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骨侵 一个是希腊可能拒绝接受救助希腊经济的贷款条件 并由此退出欧元区 这两个威胁看似没有关联 但希腊和俄罗斯拥有长期的关系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伊奥尼斯科考里斯解释说 俄罗斯和希腊一直关系密切 主要是因为宗教 他们长久以来就关系密切 多次一起参加过战争 在本月欧盟商讨 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 希腊总理明确采取鸽派姿态 从而跟欧盟拉开了距离 持续的关系紧张演变为经济战 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积极的结果 从这种意义上说 希腊和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 与俄罗斯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竞选承诺 是结束欧盟强加了紧促措施 重新谈判救助计划的条件 希腊国防部长本星期表示 假如谈判破例 按照备用方案 希腊可能向俄罗斯寻求援助 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 和北约关系出现大裂痕 伦敦欧洲改革研究中心的 副主任西蒙蒂福特说 希腊发出的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想给希腊提供援助 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财力这么做 俄罗斯目前自己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也被提出可能是希腊的援助来源 北京国有的船舶运输巨头 中远集团五年前用五亿多美元 卖下了比雷埃福斯港 在希腊新政府表示 将研究取消目的在于 削减公务债务的私有化项目之后 中国扩展希腊市场的努力 前途未卜 中国实际上在试图收购 希腊的两个港口 但这一计划因为希腊出现了新政府 而处于停顿状态 因此中国有可能有愿意 提供某种资助 以讨好新政府 但是希腊要偿还欧洲联盟 2000亿欧元的债务 我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援助 希腊也将美国列为一个财政援助的来源 但蒂福特说 华中顿表示支持希腊 反对进一步实行财政紧缩的立场 但不太可能给希腊提供任何财政资助 奥巴马实际上相当支持希腊的立场 表示不能够对一个处于经济衰退的国家 无限期的施加压力 经济必须增长 但是美国人宁愿对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要他们跟希腊达成协议 而不会对希腊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 美国这么做的理由跟中国一样 这就是不要疏远欧元区其他国家 希腊声言要在欧盟之外 甚至向俄罗斯寻求援助 这一表示被广泛认为是铤而走险的最新一招 但分析家们警告说 假如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 经济绝望有可能导致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